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块基督徒人口不到1%的福音印土上 宣教士向泰国人传福音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他不会去拒绝你的 你讲完福音 是 他不会拒绝你 然后就走了 摄制主也深入泰国清迈的阿卡族村落 了解这个曾经日志业业败鬼的民族 如何从捆绑和恐惧中得到释放 我们特别散离的时候 我们散离这个不对的时候 就是整个村庄也是人会死的 我不可以继续拜鬼 鬼有很多要求 所以我改信基督 为了让慰德之民可以得到心灵的自由 宣教士愿意放弃原本的生活 是什么动力让他们不悔地坚持下去呢 以对上帝的情带动那份的信心 是无论上帝叫我们去哪里 都去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宣教 是基着对上帝那份爱 一连两集宣教士与我们述说 寻找浪子的点滴 记得密切留意12月9号起 每星期三晚上8点半 沸腾的烈雪系列 寻找浪子的宣教士 这一集爱地球观察战 专访了被美国时代杂志 誉为百年一遇好声音的 歌剧界国际知名人物 裴宰撤 黑宰撤 有一把天赋的好声线 但2005年突然失去声音 使他对人声 对歌唱 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他的传奇故事 更被改编成电影 上帝的南高音 在节目中 我们也专访了他的经纪人 了解他们如何在苦难中同行 陪宰撤 又怎样交福音带给他 我和他一样的事情 我和他一样的迹象 我和他一样的迹象 很难受 这一切之后 我和他一样的想法 和我们想要求 我和他一样的想法 和我一样的想法 和我一样的想法 很重的 和我一样的想法 那时 我和他一样的想法 你知不知道 故随時我開了 我看見這個美麗訊息 突然我的門開了 神 神 神 想看裴宰社分享他的傳奇人生 請留意《愛地球觀察戰》 CREATION TV 視聴者 여러분 반갑습니다 我叫韓國的宰化家 貝재철 今天 感謝您的歌手 感謝你們 為了我感謝你 我們有有偉人的努力 祝福祉祈禮 我希望你們的歌手 謝謝 谢谢